你好 欢迎收看6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每到暑假期间 泛州都是不少游客指定的旅游行程 在很热的天气坐上皮艇享受川级水流带来的快感 不过在活动当中不免会发生一些受伤意外 为此花莲县卫生局特别在中下游 设立了两处行动紧急医疗站要守护泛州游客的安全 冬午廉假期间 花莲修库软溪泛州一大早就挤爆人潮 在教练的引导下游客们穿上救生衣拉着皮艇下水 准备体验一个难忘旅程 加油 加油 基本上就是我们上半段的话 上半段的话就比较适应期 他有一两处也是蛮刺激的 那下半段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挑战期 然后在那个过了期没有 有很多处的地方都是蛮刺激的 很刺激很好 新的体验 就是有水啊 就是那个水流湍急蛮不错的 在炎炎夏日坐上皮艇享受湍急水流所带来的快感 但活动中也不免会发生一些受伤意外 为此花莲县卫生局也特别在中下游 设立了两处行动紧急医疗站 要来守护泛州游客的安全 我们大部分目前碰到的话 绝大部分是泛州时间 他在泛州的当中被一些尸头啊 割伤还是什么的 主要是以差错伤为主 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 就是蜜蜂啊 或者是昆虫咬伤 这也是会碰到 其他的话有一些就是 就是生理上的问题啊 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泛州地点距离最近的医院 车程最快也要50分钟 因此卫生局从短午廉假期间 一直到9月10号 长达82天的时间 在泛州流域设置医疗站 让游客万一细水受伤 可以先行紧急处理 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因为泛州属于较为激烈的活动 如果患有慢性疾病 应该要量力而为 先行评估后再下水 才能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记者瑞穗香综合报导